你能想象吗 这个衣装革履文质彬彬的小白领 其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罪犯 这个男人名叫暴躁哥 原本是名导弹专家 在战争结束后却被国家炒了鱿鱼 这一个月来 他都在瞒着家人自己被炒的事实 每天带的公文包里只放了几口干粮 暴躁哥还有点神经质 会经常打骂家人 导致老婆跟他离了婚 带着女儿走了 暴躁哥日思夜想 盼着能再见女儿一面 他走到街边 想要打电话给老婆 但手上的零钱根本不够打电话 暴躁哥只好来到杂货店换钱 店主见他文质彬彬 一副好欺负的样子 告诉他买东西才能换钱 暴躁哥选了凭五块钱的可乐 店主却硬是加价 加到八块五 暴躁哥不敢相信 就算是路边的电话都比他便宜 两人为此争执万分 暴躁哥将店主一把推倒 抢走棒球棒 对着货架一顿打砸 叫你卖的这么贵 喝西北风去吧你 店主慌得要死 只好说出可乐的原价 暴躁哥也很奇怪 明明有白嫖可乐的机会 却是打开收银台 自己找零钱走人了 暴躁哥来到荒坡上休息 这时来了两个混混 混混说在他们的私人领地 是要交保护费的 见暴躁哥不理会 于是掏出小刀恐吓他 暴躁哥突然又变得暴躁 操起棒球棒 对着两人一顿挥打 成功赶走了两人 他还从混混身上 捡到新装备一把小刀 随后暴躁哥来到街边 给老婆打起了电话 说要去看女儿一面 但老婆根本不想理他 还指责他的种种不适 就在这时 刚才的混混叫来兄弟 找到了暴躁哥 混混们掏起枪 对着他一顿猛扫 结果暴躁哥安然无恙 反倒是路人倒了一片 混混们还因为开车没看路 把自己撞得头顶开花 暴躁哥走到混混面前 又拿到了新装备 他举起枪往混混射去 暴躁哥有仇必报 暴躁哥想去见女儿 老婆却不想见到他 怎么办 他想到主意 决定徒步走去老婆家 路上肚子饿 只好去快餐店点吃的 暴躁哥想吃早餐 但就在三分钟前 店里就停止了早餐供应 现在能点的只有午餐 暴躁哥看着一脸假笑的服务员 内心生起一股恶心 说好的顾客就是上帝 在你们这里全都当放屁 暴躁哥再次暴躁 掏起了枪 顾客见此情景 都被吓得惊声尖叫 暴躁哥突然改口 要点午餐 服务员不敢怎样 只好迅速做好汉堡 递给了他 暴躁哥一看这干瘪的汉堡 火气又上来了 都知道要以图片为准 但你这东西 纯属就是诈骗啊 暴躁哥也不想为难店员 吃好了就继续上路 他走在街头 看中一颗水晶球 女孩子应该都喜欢 不拎不拎的东西 买它 送女儿 暴躁哥路过电话亭 想再打给老婆试试 这时一个装逼男 却说他占用电话亭太久 指着鼻子骂他是个杀逼 暴躁哥气不打一处来 就你还想打电话是吧 慢慢打去吧你 暴躁哥因为鞋穿太久 鞋底穿了个洞 他来到店里想买鞋 却没想到 店主是个军事狂热者 特地破解了警察的无线电 夺知了暴躁哥的事情 因为他的一系列恐怖行动 早就受到警察的调查 店主一见到他 立马就认出来了 不仅给他最好的鞋子 还打发走了一个过来调查的警察 随后店主带着暴躁哥来到仓库 里面到处都是暂时遗物 店主为了表达自己对暴躁哥的敬意 居然把一管火箭筒送给了他 暴躁哥却不领情 说自己只想回去见女儿 不想伤害别人 但他不知道 从一开始 他就陷入了这暴力泥潭 店主一听 你竟然还敢不领情 逃出手枪 威胁暴躁哥趴在一边 从他的公文包里 翻出那颗水晶球 店主一看这什么娘们玩意儿 直接扔到墙上摔碎 暴躁哥一看女儿的礼物没了 狗急也会跳墙 趁店主一走神 逃出身上的小刀 直接往店主捅去 接着捡起手枪 对着店主一顿猛射 这一刻暴躁哥完全黑化 暴躁哥走上街头 道路却在大堵车 他上前一看是道路在施工 明明几天前还好好的 现在却成这个鬼样 他知道这都是上面搞的鬼 暴躁哥为民深渊 掏出火箭筒 距离老婆家没多远 暴躁哥为了抄近路 翻进了高尔夫厂 土豪看他一身土样 挥起球杆 把球打向暴躁哥 让他赶紧滚蛋 暴躁哥立马掏出枪 你想玩是吧 那我就陪你玩玩 土豪给吓得心脏病发作 倒在地上苦苦求要 但要早就随着小车 滚进了湖水 土豪就这样 为自己的言语买了单 暴躁哥走了整整一天 终于来到老婆家门口 但老婆早就有所准备 带着女儿逃了出去 暴躁哥想了很久 老婆带着女儿到底会跑多远呢 突然灵光一闪 他想到了海边的码头 那里是老婆最喜欢的地方 暴躁哥赶到码头 妻女果然在那里 他立马冲上去抱住女儿 自责自己没有当个好父亲 就在这时 警察赶到现场 对方先是一番嘴炮 让暴躁哥放松警惕 等到他放下手枪 老婆抓住机会 立马一脚上去 夺走手枪 把枪丢进海里 这下暴躁哥没有威胁了 警察让他去自首 暴躁哥却说自己还有枪 数三生后 自己就会掏枪 警察半信半疑 也不敢轻举妄动 暴躁哥三生倒数后 有的人说暴躁哥在为民除害 但在我看来 他和恐怖分子没有差别 任何人犯了错 都要为此买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